第二个需要催生的原因就是早期穿水 我以前说的东西是适用于捉鱼的情况 如果未捉鱼的话就是完全另一回事 生产最顺利的就是三部曲 肚痛、健虹和穿水 但世事往往都不是尽于人意的 有时穿了水但又未作动 你试想下第一胎症是肚痛等子宫颈开都随时二十几个小时 二十几个小时是妈妈觉得有肚痛开始计算 而不是我们姑娘计的安适时 如果穿了水等二十几个小时 便随时感染了 加上如果你有悲营链球菌 就更想宝宝快点出生 因为防止他感染了 如果你穿了水 宝宝仍然很健壮 胎动和心跳都正常 妈妈又没有发烧 也没有任何感染症状 那就可以等自然作动了 当然就看当时情况再决定了 记住如果想尽快看到 医生护士做适当的治疗的话 是不需要叫白车救护车的 因为白车的救护员 只会帮你做初步的评估 此后就会送你去最接近的医院 而即使那间接近医院没产科 都没办法的 也都不会见到护产科医生的 即是例如 如果你在全环都不会送你去买加烈 即使你在长沙滑都只会送你去明爱感解 而他们最后都要转院 才可以转到去一个有产科的医院 见到护产科医生 哇 那搞法 随时都要转五两三四个小时 除非你那一刻有生命危险 大出血 不省人事 有紧急情况 就要立刻叫白车要救护员处理 如果不是的话 你自己搭的士就最稳定啦